觀眾朋友,一想到這些先進的戰機會想到什麼呢? 是美國的F-35、俄羅斯的蘇-57 還是中國的殲-20這一些 當下世界最先進的第五代戰機嗎? 而我們接下來要談論的這台戰機就是 展開了是非的中共解放軍的轟-20 根據軍武專欄的說法,這架作戰飛機的半徑 上看到4-5000公里 那如果配合空中架游機的支援呢 它是否就是解放軍三位一體 核打擊能力的最後一塊拼圖? 對,三位一體很簡單 陸、海、空,對不對? 陸基的長程戰道飛彈 它是飛到了外太空再飛回來 叫做重返大氣層災距,叫ICBM ICBM這樣子的就是戰略彈道導彈 那個是陸基的 那海基呢?那就是潛艇 陸基戰略飛彈潛艇094型 那空軍呢?空軍其實 來,大家看 我今天特別帶來了 這個叫做轟-6型轟炸機 轟-6K 那這個轟-6K的設計 今天憑良心講已經超過60年了 再來看 我右手邊拿的是另外一架 這就是類似像這個轟-20的原型 事實上這一架是美國的B-2 但它的外觀幾乎是一樣的 注意 左手跟右手中間 這兩種飛機的外型差距 你的感覺是什麼 是不是? 好像跳了另外一個時代 不是同一個時代 不是同一個時代 好,我告訴各位 它跳了兩代 差了60年 為什麼要特別指出這一點呢? 就是因為它跳了60年 跳了兩代之後 直接跳進了隱形轟炸機 今天轟-20它所有的關鍵技術 都建立在逆中上面 所以它在逆中上面 一定有絕大的航電科技進步 以及怎麼樣讓它的噴射尾焰 達到最小的地步 以防什麼 以防地對空飛彈的攻擊 還有本身它的塗料 塗料科技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B2它能在多少次的 比如說像我們在科索沃的戰爭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 或是它奔西利比亞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到 B2它是從來不會被擊落 那中共的轟-20 它一定會比這個美國的B2 或甚至快要出來的B21 還要更先進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講的代差 B2是什麼時候? B2是在2008年服役的 現在已經2024年了 是不是又將近要隔了一代 也就是已知的所有的逆中科技 大陸都知道 所以中共空軍副司令王偉他說 第一 空二十最近他們要開始試飛了 哇那這句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號 就說最近要開始試飛了 因為從來這個數字都是絕密的 我們都不知道說 轟二十已經講了好多年 但是怎麼會突然這個時候說要試飛了 可是我們現在一張照片都看不到 我們看得到的都是一些就是想像的示意圖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大家就知道說 如果真的解放軍空軍 可以讓紅二十早日加入這個 也就是說空軍的行列的話 你要曉得它的坐在半徑是五千公里 但是它的那個航程它可以達到一萬公里 在空中加油機的加油的狀態下 那就跟美國的B2一樣 全世界它都飛得到 那個完全不一樣 那個就會讓美 英 澳 三國聯盟的AUKUS AUKUS這個聯盟 就遭受非常大的這個威脅 還有印度 印度向來懼怕中國發展出隱形轟炸機 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跟你講到時候整個戰略的軍事都會改變 剛剛我們剛剛提到 像是不論是美軍的B2 還是中國的這個令人期待的轟二十 說到逆中轟炸機 是不是也要提一下這個 俄羅斯他們的PAKDA這一台型號 那個俄羅斯的PAKDA 這一架它應該是從什麼 它應該是從獵人B無人攻擊機 開始發展過來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立項很久了 本來是在1990年就開始要發展PAKDA 為什麼你不能讓B2鑽美於錢 所以說其實俄羅斯當時就遭遇到了 因為它解體 蘇聯解體之後 整個計畫就擱置在一旁 可是它有沒有這個know how 絕對有 所以為什麼PAKDA它能夠在幾年前 它就已經決定說 這個逆中轟炸機它要出來 不過我要特別講到 那個俄羅斯的這個PAKDA 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就是說它在這個轟炸機上面 它的左邊跟右邊 它都有一塊這個突起的什麼 就是水平的平衡翼就對了 那對於逆中性能一定是會減分的 因為看過所有的這個外電以及報導 就是它都有這個突起的部分 那是會對它的逆中性能造成影響 不過這一架PAKDA 它可以載彈30噸 那遠遠超過B2 然後它的航程也可以達到 一萬五千公里以上 也是全世界都飛得到 所以它的進度可能會比轟20快一點 可能很快我們就可以看到 俄羅斯這架隱形轟炸機正式面試 我們說這些逆中的隱形戰機 是透過這個外型的設計 來吸收雷達波的隱形圖層 跟減少電磁波的反射 進而達到從雷達上消失的隱形效果 在戰場上就跟幽靈一樣 神不知鬼不覺來進行打擊 不過呢 現在有中國科學家他們說 利用了這個星鏈系統 偵測到了大江民用這個無人機 然後從這個理論去反推 敲出說 是不是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偵測到 美軍隱形戰機這件事情 是的 這個新聞我有特別注意到 而且 因為上節目我還特別去做了查核 應該是沒有弄虛造假 應該是有這回事 因為理論上也做得到 那要特別說明什麼叫星鏈 我們所謂的星鏈就是Starlink 這位應該印象很深刻就是馬斯克先生 他那個企業嘛 然後他正式名稱應該叫做 低軌道的通訊衛星 一般我們在地面 地球表面我們 行動通訊 我們手機聯絡 是透過基地台 行動業的基地台 接收訊號 發送訊號 那所謂星鏈呢 就在地球上頭的低軌道呢 密佈了很多通訊衛星 那我們直接用手機訊號 跟衛星連通 所以蘋果跟華為 一些比較新的款式的手機 都是有衛星電話的功能 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啦 為了能夠達成通訊無死角 能夠這個跨越山海的距離 空間距離 所以根據我查詢 這個馬斯克的星鏈 目前有五千六百五十顆 低階軌道衛星在上頭 而且還持續太舊換心中 增加更多 那麼回到現實層面 因為所謂的隱身戰機 不管所謂的美國的F-2 F-35 或中國的殲-20 甚至蘇聯的這個蘇武器等等 基本上都透過特殊的這個 逆中構型來減少雷達波 截變機的雷達波 另外一方面呢 則是透過特殊塗料 來減少雷達波的反射 可以讓這個一台戰鬥機呢 截變機相當於一張A-4 或是兩張A-4 只當那樣大小的反射的面積而已 那麼 雖然說 它可以避過雷達波 在地球上空飛行的時候呢 因為密布著很多 所謂的低軌道衛星 它的電磁波難免會受到飛機 飛行軌跡的干擾 而產生了一個變動 電磁波的變動 所以它用這種間接手法來偵測出 所謂的這個逆中飛機 當然外國媒體也有提到 它特別提到的是DJI 就是大江 就是說 確實有偵測到這種電磁波的異動 那證明飛機存在 那有可能用同樣的原理 來偵測到逆中戰機 不過呢 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因為 首先 逆中戰機飛得比較高 也飛得比較快 它的構型跟無人機還是不一樣 大江無人機還是不一樣 那麼在實驗室做得出來 那在戰場實用上能不能做出來 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呢 要講到運用信念 那美國人最有資格講 因為信念畢竟是美國人的企業 所以說如果真的有這個功能的話 美國人應該獲利更多 所以這只是目前我們見到的一個科學新資 軍事新聞的進展 那當然有額外的意義 因為在傳統上 在地面上 如果有那個 開設 這個雷達 來照射天空中的這個戰鬥機的話 有時候會遭到反輻射導彈的 攻擊 它正知道你有雷達波 就馬上發射一枚反輻射導彈過來 摧毀你的雷達基地 所以馬上就要關閉雷達訊號 那如果用信念來探測的話 基本上可以避免所謂的 反輻射導彈的一個攻擊 這是額外的收穫 不過最後 我們一提 台灣有沒有可能發展自己的信念 就是鑑於俄烏戰爭 這個烏克蘭受到信念幫助很大 那萬一哪天 這個台灣受到境外勢力攻擊的時候 所謂的資訊通訊基礎建設 已經是第一波被攻擊的目標 那有沒有用信念來取代呢 理論上可能但難度很高 首先是信念 畢竟是美國人的一個企業 按照我們國內的行動通訊法規 是不容許外國人的企業來經營 除非說有雙方的合作 第二點它還是市場導向的 戰爭企業有可能提供幫助 也有可能就放棄援助了 最後一點 如果自己要做信念的話 因為所謂的低軌道通訊衛星 它會隨著地球自轉而變動 所以大概一顆衛星大概涵蓋的範圍 大概只有三到五分鐘 所以我們如果要做台灣版的信念 至少要發射一兩百顆衛星 才能夠構建出一個完整的通訊範圍 所以這個是有待努力 好 那最近這個軍事迷注意到的呢 還有土耳其海軍首艘這個兩棲突擊艦 安娜杜五號 它在飛行甲板上展示了兩架無人機 並且土耳其方是很自豪地說 這艘兩棲突擊艦是世界上第一艘的無人機航母 這說法也是蠻膨脹 想問一下立將軍 這艘艦艇究竟有沒有料 是不是第一艘我們不敢講 但是之後來講的話 076一定是比它帶的無人機要多 而且形勢更多 這是必然的 那土耳其這個國家很特殊 你一個國家要建軍來講的話 要考慮的因素很多 第一個你國家的地理位置在什麼地方 第二個你國家面對的威脅 你的加上問題是誰 第三個你國家經費是多少 有多少預算經費 那目前來講我個人認為土耳其其實 你說危險法也蠻危險 但是說安全也很安全 因為它是北約的成員國之一 那它又橫跨歐亞兩周 那它的地理位置來講 又卡住這個歐亞兩周很重要的地方 包括俄羅斯的黑海 要經過它的博士普魯斯海峽 才能夠進入到地中海 然後完了以後 要經過這個 要到紅海以後 才有可能到印度洋 所以它佔地緣上面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這是它的地緣來講 但是它經濟上面來講 平常講 這段時間它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那因此我個人認為它發展這種武器來揚發 主要目的 當然也就是它能夠確保它的博士普魯斯海峽 不要受到其他國家的威脅 不管是俄羅斯如果說想要佔領這個地方 就是佔領博士普魯斯海峽 能夠讓它的黑海艦隊能夠進入到大西洋 當然它也要防止說是像以色列 因為它是穆斯林的國家 那當然也要防止到以色列或者是北約國家 那以後對它的這種 不管攻擊或者是有不良的企圖 所以我覺得它發展這種武器來講 對它來講應該是足夠了 它不需要去發展那種大的航空母艦 那它有這一艘航空母艦來講 對它來講應該是戳戳有餘了 那未來的戰爭形態勢必是一種無人機 我們知道每一種新的武器出來 往往都會改變戰場的形態 從第一次戰爭 以前來講我們看到拿破崙戰爭 都是彈兵排在一起要一起前進 有機槍出現的時候你的戰鬥隊形就要改變了 就要不斷臥倒要盡 然後當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壕溝的時候 那後續來講就是有戰車發明 有戰車出來的話 壕溝戰就已經變成歷史了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像這個 以前來講有阻力艦對不對 不管是大河號或者是德國的RFP4號 這種大型的戰艦來講 等到有航空母艦出來的話 這些大型戰艦就無用武之地 那這次從俄物戰爭我們就很明顯看出來 當有無人機出現的時候 這些戰車來講的話就只能當烏龜 這很明顯 上次我們都看到俄羅斯弄了一個烏龜戰車 在那邊擋這個無人機的這種攻擊 所以我覺得它這種軍艦來講製造出來以後 對它控制不管是地中海或者是黑海來講的話 應該是綽綽有餘 好官方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跟三位來探討 這個芯片代工龍頭台積電 他們的美國廠就位了 準備要開啟量產之路 還有英特爾 他們能否憑藉跟亞馬遜的合作 打響翻身仗呢 我們下次再見 我再見 airlin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